平時帶大家去看不同的新東西 今天我們轉一轉來看舊東西 今天我們來到這裏 就是The Sunday Antique Market 說明是Sunday 即是星期日才開 還要是一個月才開一次 這個周日古物市集 其實有31年的歷史 一直都是在多倫多市中心 聖羅斯 Market的旁邊 這個這麼經典的市集 最近在物市Licture的歷史建築物 Small Arms Inspection Building重開 初初看來像夜蘭店 但有些古物又很珍貴 價錢亦不便宜 所以再看真點 這裏有像香港的摩羅街 有些物品有標價 有些需要問店主才知道價錢 物品的種類真是包羅萬有 中西兼備 大開眼界 有些真的從來都沒見過 跟小朋友一起去 可以一起上一下歷史貨 雖然今天我們沒有收穫 但我覺得如果有心在尋寶 一定會找到心頭號 就算不是真的買東西 來這裏看看 都可以感受到歷史的味道 只是這個大樓 原來都有估計 在1940年代 用來製造槍械和小型武器的大樓 供應在二次大戰加拿大軍隊所用 而當時的員工就有超過5300人 有三分之二都是女性 在二次世界大戰來說 女性適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亦從此奠定了女性在工作上的地位 故事就說完了 如果想來這裏 就要等下一次的開放時間 一個月只是開放一次 由早上的9點到下午的4點 通常都是禮拜日開放 除了6月24號和8月12號是禮拜六之外 其餘的月份就要留意他們網站的公佈 這裏是位於1352 Lake Shore Road East 由多倫多市中心過來這裏 都只需要20分鐘 搭GOTRAIN就可以搭到Long Branch Station 由於位於湖邊 附近亦都有好多好靚的湖濱公園 看完之後 可以去親親大自然都很好